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生6.2级地震 累计已造成甘肃113人死亡 782人受伤 青海省海东市18人遇难 198人受伤 另有16人失联 综合新华社消息 记者20号从甘肃省抗震救灾指挥部 七十三6.2级地震新闻发布会获悉 截至19号下午3点 甘肃省救援工作已基本结束 工作重点将转为伤员救治和受灾群众生活安置 交通运输部表示 截至19号19点 甘肃省青海省镇区的所有高速公路 国省干线通行畅通 通往重灾区的农村公路已全部抢通 救灾人员 物资 车辆可顺利抵达灾区 另外 根据国家能源局的消息 经过紧急抢修 甘肃临下州地震受灾停电用户已全部恢复供电 截至19号19点20分 甘肃35140户用户和青海23212户用户已恢复供电 因灾不具备供电条件的甘肃1480户用户由政府集中安置 安置点已由主网供电 甘肃地震造成人员伤亡 中国国民党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 选举候选人侯友宜 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均在社交媒体发文致哀 侯友宜表示 祈祷逝者安息 伤者康复 当地抢救及复原作业 一切平安顺利 朱立伦表示 甘肃发生强震 酿成重大伤亡 副主席夏立言已于第一时间代表中国国民党 向陆方表达慰问与关心之意 也对死难者表达哀悼 让大家一起为甘肃祈福 愿逝者安息 伤者早日康复 希望当地抢救复原作业 一切顺利平安 地震无情 人有情 福建多家企业捐款捐物 驰援灾区 安踏集团捐赠4000万元粤寒装备 紧急持缘甘肃地震灾区 红星尔克特部集团 捐赠2000万元物资 中小体育捐赠1500万元物资 匹克体育361度集团捐赠1000万物资 持缘地震灾区 此外 福建多所高校也发布通知 为甘肃等地地震受灾学生发放临时困难补助 好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 据报道 台北市41位里长被控赴大陆旅游 接受大陆方面招待 回台从事宣传支持特定候选人等行为 台北地监署以违反所谓反渗透法为由 进行搜查并约谈里长道案 针对此事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9号作出回应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 最近一段时间不断接到台湾民众各界人士反应 他们来大陆进行正常的交流参访 经常遭到民进党当局相关机构的盘问 恐吓和阻挠 有些人甚至被罗知莫须有的罪名遭到侦办 两岸人员往来和各领域交流 已经开展了30多年 民进党当局制造的这种寒气逼人的肃杀氛围 让广大台湾民众强烈不满 纷纷质疑民进党 是台湾回到了从前的戒严时期 我们深切理解台湾民众遭受专制打压的憋屈 民进党的倒行逆施不得人心 两岸交流的大势不可阻挡 没有哪个寒冬可以阻挡春天的到来 人民的力量终将破除 两岸交流前进道路上的人为阻碍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十九号下午到台中 为中国国民党民代候选人站台 他强调 2024台湾地区选举是攸关台海能否和平稳定的一意 两岸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民进党做不到反而会带来险境 他呼吁 唯有政党轮替台湾才有安稳的环境 马英九十九号下午到台中 依次替台中市第六选区的罗廷伟 第七选区的林嘉兴 第四选区的廖伟祥 第五选区的黄建豪 这四位蓝营年轻时代的民代候选人助选 马英九首战出席罗廷伟举办的乡情见面会 他批评民进党当局施政以来 很多的事情都让他感到失望 他提到 陶渊机场是台湾民众出行非常重要的管道 他在任的时候 陶渊机场在世界机场排名第34名 他认为应该朝提升到17名的目标努力 但最近他发现 陶渊机场不禁反退 调到了第82名 让他很难过 他认为民进党当局连机场品质都顾不好 这样下去的话 台湾就只有持续落后 要改变困境 就只有把民进党当局换掉 马英九指出 尤其台湾民众希望拥有安稳的生活环境 两岸关系的稳定非常重要 他个人作为台湾地区领导人施政八年 在任内跟大陆依据九二共识 签了23个协议 马英九说 他今年3月去大陆交流 设定的目标也是和平 两岸维持和平 必什么都重要 据台湾媒体原引美国媒体的报道 美国众议院所谓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 在写给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希克斯的信件中提及 美国需要建立所谓贺阻兵工厂 加拉格尔称 此举不仅可以武装台湾地区 也可以武装美军 让美国在任何印太冲突中胜出 加拉格尔在信中表达了对所谓印太战争的担忧 认为无法保证印太战争将仅限于几周或几月而已 美国可能必须在自身军火库缺乏最有效资产的情况下 进行较长时期战斗 他据罗斯福总统为例 宣称为了所谓防止战争 美国必须重新建立一种不同的兵工厂 即所谓贺阻兵工厂 不仅可以武装台湾地区 也可以武装美军 让美国在任何印太冲突中胜出 值得注意的是 此前加拉格尔就一直在宣扬相关论调 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 此外加拉格尔在信中还提及 交付给台湾地区导弹的延档问题 包括鱼叉反舰导弹在内 这是台湾地区本身能否拥有足够武器 所谓自卫并击退解放军变得不明朗 加拉格尔宣称 今日的挑战迫使美方不得不适应现状 并且跳脱思考框架 如果延宕导致至关重要武器 无法交付给台湾地区 美方必须在整合能力上具有创造性 使用美方库存中现有的武器及资产 以便可以迅速交付给台湾地区 对于美对台军售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曾表示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美方的授武行径 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是对台独势力的纵容支持 是对台海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 敦促美方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立即停止售台武器和美台军事联系 把不支持台独的政治承诺落到实处 台湾2024选举在即台湾联合报19号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 中国国民党的侯康佩支持度攀升了两个百分点 而赖销佩维持普遍 蓝绿双方目前以31%的支持度占成平手 台湾民众党的柯营佩支持度没有变化 仍是21% 虎康佩的民调持续攀升 蓝营士气高涨 国民党上下再度向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喊话 希望他能够尽快归队 曾经的挺郭大将 国民党及屏东县议长周点论 上周末首都公开力挺侯友宜 外界因此很关注 国民党争取郭台铭支持的进度 据台湾媒体报道 一度寻求独立参选的郭台铭 现在传出有望重回蓝营怀抱 因为有知情人士透露 在柯文哲自称是深绿 而且将来外事和军事政策 会遵循蔡英文路线之后 人在泰国的郭台铭产生疑虑 考虑转向支持侯友宜 更不排斥绑蓝营民代候选人站台 郭台铭本来就是我们国民党的一份子 这绝对能够补足我们现在国民党最缺乏最重要的那一块 郭董我坦白说在很多时间他都是自己人 那你已经向他地图邀请了吗 我们尝试跟他办公室有做一些联系 蓝营从上到下都在等郭台铭回心转意 赵沙康也再度向其喊话 除了尽量争取郭台铭指使 蓝营在民代选举的部分也在持续发力 被台中市长卢秀燕邀请 一起穿起短裤进行永角接力的 国民党籍不分区民代提名人韩国瑜 18号晒出自己的小腿 网友纷纷跟进留言 反映韩国瑜的个人魅力 回顾韩国瑜被提名后 从11月19号至今 已在大小造势场合公开站台53次 堪称蓝营第一母级 韩市长也是非常努力地遍地的浮选 大家都已经尽力了 那么现在我们就是继续地专心努力 争取选民的认同 对于2024台立法机构民代选举 中国国民党主席朱里伦表示 国民党会审慎乐观迎战 所以你不管做的各种的民调 每一次都是国民党在不分区立委 或者是政党票 或者是在区域的立委的支持度上面 都是最高的 那但是我们毕竟还是有一些选区 是属于这个进崩的 大概有15个选区 所以我们必须要发挥我们最大的战力 我们甚至能够努力地达到我们单独过半 民进党2024台湾地区领导人 候选人赖清德 位于新北市万里的老家 遭对手质疑式违建 持续在岛内引发争议 不少岛内网友在谷歌地图上 把赖清德老家和周边场所 都加注了各种以赖皮开头的名称 虽然这个标签一度被移除 但新的标签仍在持续增加 我背后这里是赖清德在万里的老家 但是前面这块马路被网友 在谷歌表上面恶搞定为了新潮流 百亿光电启蒙地赖皮寮纪念公园 周年距离赖清德老家 350公尺外的这座小山 也被网友标记为赖皮卡丘 看准谷歌地图 方便网友轻易夹标示 质疑赖清德赖皮的台湾民众 开启了一波恶搞风潮 赖皮村赖皮克斯动画 赖狗小猫放风区 五花八门的地图标签 大部分已被移除下架 但新标签持续春风吹有声 除了新北的老家 深陷地图标签大战 赖清德在台南的竞选总部 也被检举落脚开发商的样品房 依照岛内相关条例 开发商样品房 其实不得作为竞选总部使用 赖清德再次IP违建 自从老家住宅县为建政以后 赖清德又爆出竞选总部设计违建 看来他眼下就是绕不开违建风波 赖清德老家违建风波延烧 近日更是被岛内的网友戏称为赖皮疗 俨然成为了热门的打卡地 自身媒体人李燕秋整理 赖清德在处理老家违建风波时 至少犯了五个错误 没有申请建照 没有缴税 新盖违建 而非旧公僚 说谎硬拗 违建 还派军警驻守 并由警车巡逻 这五点 每一点都充满争议 台湾联合报的评论文章指出 每逢选举 民进党总爱拿对手的防射违建 大做文章 从国民党的韩国瑜 严宽恒 到台湾民众党的柯文哲 桓国昌 全都只能自行拆除违建 平息争议 唯有赖清德 面对自家违建 与舆论检视 竟然在镜头前哭诉 上演悲情戏码 然后指派发言人 出来推拖拉 俨然只许州官放火 不准百姓点灯啊 绿营网军侧役 更是在一旁极力护航 赖清德就硬是不拆违建 摆出一副 你能奈我何的姿态 而最近又被深挖的是 赖清德老家违建周边 偌大的前庭后院 整理的是整洁漂亮 是属于谁的地呢 为何违建还必须派军警站岗 警员定点巡逻 这不是特权 什么才是特权呢 台湾中国时报发文指出 就赖清德的诚信道德 以及社会观感而言 其老家违建最终结局 不是拆或不拆的问题 而是对赖清德 言以律人 宽以代己的双标的 再次灵魂拷问 有媒体人分析赖清德 不拆除老家违建的两大原因 一是他个性顽固 二是他坚信自己一定会当选 赖清德老家 他不仅是一处违建 更是彻彻底底的 新潮流派系作风的体现 满满的派系蛮横特权高涨 无视基层 吃干抹净 这样的人如果当选了 更将贯彻绿能 拟不能的做派了 以上就是今天 对于台湾媒体相关报道 和评论的梳理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 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 左下方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 开设的官方账号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 右下方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微信公众号 第一时间 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您信赖的 好物推荐官 铁峰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体内的Omega-3含量 会越来越少 富含高活性Omega-3 当属碧鲁深海鱼油 今天为您带来 碧鲁深海野生鱼油 原价198元一瓶 拨打电话 领取176元的减免券 最终到手价一瓶才22元 本时段只限200多 每组三瓶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抢购吧 还有一个特大好消息 今天前100名成功订购 一个周期的朋友 额外送您价值499元 必是血压剂一台 智能必是血压剂 大字体大音量 一键启动就能自动测量 只有前100名订购 一周期的朋友才有 赶快抢现吧 上市企业出品的 碧鲁深海野生鱼油 大品牌有保证 24小时新鲜提纯 Omic 3纯度高 缓式胶囊设计 更易人体吸收 66元三瓶碧鲁深海鱼油 前100名订购 一个周期 排送价值499元 必是血压剂一台 只有前100名订购 一周期的朋友才有 碧鲁好鱼油 祝您养心护脑 今天为您带来 碧鲁深海野生鱼油 原价198元一瓶 拨打电话 领取176元的减免券 最终到手价一瓶 才22元 本时段只限200多 每组三瓶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抢购吧 还有一个特大好消息 今天前100名成功订购 一个周期的朋友 额外送您价值499元 必是血压剂一台 电话正好 库存正在下降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跟着我一起玩 经济茶叶好 经济茶叶好 自然原生炭 喝得放心 我说经济茶叶 这个茶商大概有五千多亩 在经济 依托它这边轮动企业吧 每年都培训我们这个茶囊 有些茶叶 按要求来做 加工好了 然后这边它同意收购 有的也有自己家里零售 经济茶叶都是全市动化的 利用先进的生产线 规模化在生产 他们里面有实验室 就是轮头企业 加中业合作社 加农户的扩散模式 带着我们整个村 我们未来 然后把那个产业 跟人家生大做大吧 碧水青山草木间 悲战臣服见人生 金西村有机茶叶 一村一品 福农优品 金西茶叶 人生大 2023年11月1日 新修订的福建省 献血条例正式施行 确定每年12月 为全省无偿献血宣传月 欢迎回来 这里是由东南卫视 海峡卫视 并级直播的海峡五报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由福建省委宣传部 省广电局 省文旅厅 省广播影视集团 主办的福气超人 2024新春超有福气业 将于2024年的2月8号 也就是农历的腊于29 在东南卫视海峡卫视播出 微博、B站等网络平台 同步直播 19号节目前期的录制拍摄 在福建多地全面展开 尽管天气寒冷 人气歌手万尼达 一身菊红穿搭 与演员一起 把武东的热情 传递给了现场观众 与福气超人 相较于往年的舞台万回录制 在户外街头 唱跳自己的原创歌曲 七流八流歪压的实景拍摄体验 万尼达说特别有新鲜感 我觉得用福州画来做歌 一直是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那这一次是一个 用我自己的歌融入到 一个情景喜剧里面 也是一个比较少有的方式 其实都挺新奇的 对 据介绍 为迎接龙年到来 在前两年经验的基础上 2024福气超人将继续创新 除了保留福建 上海为舞台的实景拍摄 今年将重点尝试 新喜剧风格 解构生活热点 给观众带来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的爽感 值得期待 我觉得今年我们 把晚年的串联 加文艺节目的这种形式 变成了一部像剧 或者像一个短片 或者是一个中长片的 这么一个剧情结构 那么最大的变化是 文艺节目是服务于 剧情的推进和情绪的 这个是最大的传心 目前2024新春 超有福气夜节目 已于福建泉州 福州开拍 之后将陆续在 宁德南平 平潭综合实验区等地取景 18号到20号 由福建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 民革福建省委员会 民革江苏省委员会 民革浙江省委员会 联合主办的 2023年同心碑 两岸青年乡村振兴研修营 继两岸红茶文化节 在福建省光泽县举行 来看报道 活动现场 举行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签约仪式和干坑 1662红茶的前世今生 两岸青年乡村活化 与文化记忆开拍启动仪式 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们 隶属于红茶文化 从实践人文等角度 展开交流研讨 为光泽茶产业 统筹高质量发展 出谋划策 将来在未来 就是我们的宣传上面 可以把光泽这两个字 跟我们的红茶 产生一种视觉联系 无论是在拍摄的影像 还是在品牌的宣传上 可以加强联系的宣传 光泽的红茶 是我们镇山小组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产区 希望能够通过两岸的交流 能够把台湾的 对茶叶精品的经营理念 跟我们光泽的 这个优良的产品 结合起来 让我们光泽的红茶 能够走向国内 走向市场 走向世界 在为期三天的活动中 研修营的学员们 还实地前往光泽 思前乡干坑林场 参观两岸红茶观光工厂 英饼茶室等地 深入感受光泽的红茶文化 那我们也希望 这一次能透过这个交流 可以让这个光泽的茶文化 也可以慢慢走向一些 比较生活 比较休闲的形态 然后拓展给每一个 不同年龄层的客群这样 2020年 同心碑两岸青年 乡村振兴研修营 来到光泽 选定干坑红茶 作为两岸融合 乡村振兴的切入点 对干坑红茶文化 进行挖掘整理与分析 带动了光泽红茶产业的振兴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您信赖的 好物推荐官 铁峰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体内的Omega-3含量 会越来越少 不含高活性Omega-3 当属碧鲁深海鱼油 今天为您带来 碧鲁深海野生鱼油 原价198元一瓶 拨打电话领取 176元的减免券 最终到手价一瓶才22元 本时段只限200度 每组三瓶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抢购吧 还有一个特大好消息 今天前100名成功订购 一个周期的朋友 还额外送您价值499元 B式血压剂一台 智能B式血压剂 大字体大音量 一键启动就能自动测量 只有前100名订购 一周期的朋友才有 赶快抢现吧 上市企业出品的 碧鲁深海野生鱼油 大品牌有保证 24小时新鲜提纯 Omic 3纯度高 缓式胶囊设计 更易人体吸收 66元三瓶碧鲁深海鱼油 前100名订购 一个周期 还送价值499元 B式血压剂一台 只有前100名订购 一周期的朋友才有 碧鲁好鱼油 祝您养心护脑 今天为您带来 碧鲁深海野生鱼油 原价198元一瓶 拨打电话 领取176元的减免券 最终到手价一瓶 才22元 本时段只限200多 每组三瓶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抢购吧 还有一个特大好消息 今天前100名成功订购 一个周期的朋友 还额外送您价值499元 B式血压剂一台 电话正好 库存正在下降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跟着我一起玩 不要刮过了手 张星宇 梁红 走进撒哈拉 首次深入袈裟地带 本节目由休闲食品 上导家冠名播出 由乐谱功能饮料 特约播出 会会有凭证 人民日报电子月报栏 提供场景化 定制化 国际化的会晤信息服务 欢迎回来 这里是由东南卫视 海峡卫视 并级直播的海峡五报 我们带您来关注 国际方面的消息 当地时间19号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 召开年度新闻发布会 泽林斯基表示 乌克兰在2023年的 各项目标和任务 均已完成 但目前无法预知 俄乌冲突在2024年 是否会结束 据路透社日前报道 乌克兰政府试图招募 更多男子 填补前线兵力空缺 按照俄罗斯 对外情报局的说法 美国和英国建议乌克兰 对女性开展进一步动员 泽林斯基说 军方请求再补充动员 45万至50万人 动员这么多人的费用 约为5000亿格里夫纳 约合人民币953亿元 他还表示 他本人不会签署 有关动员女性公民 入伍的法律 此外 塞林斯基说 与俄罗斯谈判 目前不是具有紧迫意义的问题 他还承诺 2024年 乌克兰将生产100万架无人机 同时还将开发155毫米口径的炮弹 西方国家近几个月出现原污疲劳症 根据北约评估 乌军每天要打4000至7000发炮弹 超过西方国家产能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 伯雷利说 欧盟无法兑现明年3月底前 向乌克兰提供100万发炮弹的承诺 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18号报道 乌塔弗里亚作战集团指挥官 亚历山大塔尔纳夫斯基 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外援减少导致乌军前线火炮弹药不足 乌军被迫重新调整作战计划 并缩小作战规模 乌军在东南部前线部分地区 已转入防御 当地时间19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国防部会议上 发表讲话时称 西方国家继续对俄罗斯发动混合战争 向乌克兰提供人员培训 实时情报支持 以及武器装备 同时 北约国家近期活动也在急剧增加 他表示 西方没有放弃遏制俄罗斯的战略 俄罗斯也不会放弃 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 俄罗斯部队掌握着主动权 西方让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 已经破灭 19号 从加沙地带返回的 联合国儿童基金 发言人詹姆斯·埃尔德 在日内瓦举行发布会 他表示 对于儿童来说 加沙地带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局势 让他感到愤怒 据加沙卫生部门消息 把以新一轮冲突爆发以来 加沙地带已有超过194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其中约70%是妇女和儿童 另有超过5200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而他们获得救治的机会极其有限 世界卫生组织19号表示 目前在加沙地带的36家医院中 仅有8家还能部分运转 埃尔德还称 在过去48小时内 加沙目前最大的医院 位于南部汉尤尼斯的纳塞尔医院 遭到两次抛击 埃尔德警告称 加沙目前是世界上 对儿童来说最危险的地方 如果不停火 青少年死于疾病的人数 很可能会超过死于袭击的人数 好 今天的海峡舞报 到这儿就结束了 获取更多权威信息资讯服务 请您关注福建省人民政府 新闻办公室 官方微信公众号福建发布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立行节约 反对浪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